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probabilistic models 那 probabilistic models 基本上是運用 我們之前所學到的 probability 或者是statistics 幫助我們更有系統的去設計一些models 好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 supervised learning的問題 所謂的supervised learning 基本上就是 我們給定了一個training dataset x 那裡面有x跟y 那y是supervision 那我們通常就假設 我們有一個model 用這個大f表示 那這個f呢 基本上代表的是 一個collections of 我們assume的functions 那這些functions 基本上它可能有parameter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用這個大的theta 來表示 好 那我們的目標呢 在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我們要去 找到一個function f 在這個model裡面 such that 怎麼樣 就是說 當我今天看到了一個新的instance 的時候 一個data point 的時候 那帶進去之後呢 那它可以output 一個label y 那這個label y呢 是跟true label 這個ypland 越近越好 對不對 好 那通常我們看過之前的case 就是說 我們通常都會假設 這個x裡面的example呢 基本上是 所謂的 id samples of 這個random variables x跟y 對不對 好 那這個x跟y在sample的時候呢 可能follow了 某一個 這個data generating的distribution 那我們不見得會知道 好 那 既然我們 在假設這個example的時候 都使用到了這個probability 好 那這邊的話就 大家就會去思考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在定model的時候呢 也不用probability的觀點來定呢 好 那 沒有錯 這個就是probability model probabilistic model 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在一個probabilistic model裡面呢 好 那我們通常會把這個f呢 好 這個 也就是這個model裡面的這個function呢 好 就換成了這個 我們所care的這個probability 或是density 或是mass function of什麼呢 of x given這個x 好 然後我看到y的幾率 好 所以把f 我們通常會變成是這樣子的一個function 那事實上它是一個probability of y givenx 好 我們在做prediction的時候呢 其實用probability的觀點來看 也很直覺 好 就是基本上呢 我如果可以去用我的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呢 得到一個好的這個 這個y givenx的這個probability的estimate的話呢 那是不是我在做prediction的時候 那我只要看看這樣子的probability 然後我帶進哪一個y之後呢 那這個probability是最高的 那我就assign我prediction的probability 是那個最高的y嘛 ok 好 所以現在重點就會變成是在probabilistic model裡面呢 那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找到一個這個大 theta ok 那這個大 theta呢 那這個大 theta呢現在是parametrize這個probability of y given x ok 好 那在實物上來講的話呢 好 那我們學過這個statistics對不對 好 statistics有一個主題叫做所謂的point estimate 好 那這個point estimate 無非就是說我可以去estimate一些random variable的某一些quantity 可以利用它的sample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 好 我們要這個求的這個theta呢 好 那它其實就代表一個function f 好 那把它想成是 就是那個true theta star 好 這個true theta就是那個true f 這個f我們不見得知道 事實上 在實際上也不見得存在 好 那我們假設它存在 那我們試著 讓我們要找的這個theta呢 是theta star的estimate ok 好 那我們知道一個estimate呢 基本上是從一堆samples所導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theta呢 是從什麼samples導出來呢 是從這個我們這個training set x 所map過來的 ok 好 那既然如果可以這樣想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做各式各樣的estimation 好 在這邊我們介紹兩個非常常見的這個做estimation的方式 好 那第一個呢 叫做map estimation 好 它是maximum a priori的這個estimation 好 apostiari的astimation 好 那基本上 它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given這個x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given的這些samples 那我想要求一個theta 那我何不利用probability 去找到一個theta such that 我看到x的情況之下 在看theta的幾率是最高的 好 這個非常直覺對不對 好 因為你今天given的是x 好 那你就找一個theta such that呢 這個probability of theta given x的情況之下 這個probability是最高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就叫做這個maximum a posteriori的estimation 好 那這個apostiari這個postiari是對誰來說呢 是對theta來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項其實是在bation裡面 好 在base rule裡面 其實是theta的posterior對不對 好 那藉由這個base rule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inverse成變成是theta的likelihood 也就是這一項 乘上什麼 乘上theta的private 對不對 好 那你說老師有一個分母啊 對 那個分母那個怎麼x怎麼不見了 那其實你可以知道的是這個px呢 基本上對theta來講是irrelevant 對不對 好 所以在新的這個問題裡面 inverse過後的問題裡面 我們其實可以忽略這個px這一項 好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map的estimation 好 那我們做完了這個mapestimation之後呢 我們會solve一個theta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拿到了一個theta之後呢 那我們再把它帶回去我們原本的那個prediction的problem裡面 好 就是我的y呢 基本上我帶進theta之後呢 好 那我帶進我的f 也就是這個condition probability of y given x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那我會求到我的這個y的prediction ok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mapestimation 好 那這邊注意一下就是說 這個theta呢 好 跟我最後再做prediction 其實是分兩個步驟去解的 好 就是說這個theta呢 在這個問題裡面是random variable 好 那我試著找到這個theta的值去maximize這個probability 好 那 在prediction的時候呢 那基本上 它是一個constant ok 好 那這個時候它的constant它是扮演著這個probability of y given x的 的那個function 好 的 這個parameter ok 好 所以這邊其實 通常在做map的時候我們其實會有兩個問題 好 那我們去解的是theta的estimation 好 所以這邊的estimation指的是theta 好 跟這個prediction這邊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這邊同學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 介紹完map之後呢 好 那有另外一個也是很popular的estimation 叫做maxim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好 就是簡稱ml estimation 好 那這個ml是怎樣 它其實是一個map的講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map裡面我們解的是這樣子的問題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問題裡面你可以看我去求theta such that 它maximize likelihood跟prior of theta的相成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呢 我對theta的prior 我沒有特別的這個偏好的話 比如說我沒有偏好這個theta的值 可能要是某一個定子 比如說0的機率比較高啊 或者是某一個值的機率比較低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話 那我可以假設uniform 對不對 好 那如果p是uniform的話 那代表的是這一項其實就irrelevant to theta 所以在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忽略掉了 好 這個代表就是說啊 好 我對不同的theta的值呢 它出現的機率其實都是一致的 OK 那這個時候我們解的這個theta呢 我們就稱它為是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因為這個theta下它只maximize這個theta的likelihood OK 所以這個叫做ml estimation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分別介紹map跟ml 好 那因為ml的話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先從ml開始交起 好那漸漸我們把這個觀念擴充 那可以講到map 好那最後的話我們講一下這個bation estimation